Hello 大家好 我是春奴 前一兩天說了有個不知女客還是外勞的背囊 背了七隻龍蝦 企圖帶回大陸 被海關捉到 今天這宗更厲害 有個粵港兩地牌 即是香港兩地牌司機 偷運246隻活龍蝦 去內地被遲租 事發在18號晚上 11點左右 想夜媽媽搏夢 涉事的車輛 經港珠號大橋珠海公路口岸過關 被關員巡查發現 車內有大量以黑色帆布袋 裝著法寶膠箱 進一步檢查發現 有246隻 共計161.4公斤重的鮮活龍蝦 這隻刀三斤重 紮紮跳 這批龍蝦未有依法辦理檢疫審批手續 海關已經按規定 扣查和處置 整批龍蝦 攤出來拍照 真的很壯觀 二百多隻 真的打邊爐都打不完 隻隻三斤重 我很好奇 剛剛海關查他的時候 他很直接了當答 說是龍蝦 更奇怪的是 你駕駛七人車後座全部裝著 大量的黑色帆布袋 一色一樣的 對到後面滿了 海關查車的時候 一照肯定會查你 怎會不查呢 一照拆開來看 肯定寸布 為何這麼愚蠢呢 不過可能他以前真的成功過也不一定 所以吃過尋尾 看看這批龍蝦 有161公斤重 即是三百多屎斤 如果按大陸的時間 三百多元一斤 這批貨都起碼十一二萬人民幣 好 這集就看到了 先進一一箱之前 記得訂閱